好伞王是国内数一数二的鱼伞厂牌,其以终身保固,旧伞换新伞折扣为卖点,并推出多款不同机能的伞类,能够应应各种天候与消费者的各种需求。 此系列之所以被称为瑜伽伞,正因它具备正反吹都吹不坏的弹性伞鼓,万一不小心真的损坏,还能免费送回原厂修理,从此不用再花冤枉钱买伞。 而除了抗阳隔热的黑胶涂层,最外侧亦有拨水、房屋处理,加上拥有加宽的收散带方便固定,利于,夜间步行的反光条等优点,若各位缺一把经久耐用的折叠晴雨伞,那可没有理由不买它了。 德国鱼伞品牌NARPS产品系列众多,款款均展现了极致精密的制伞工艺,其中替200最为经典,并且推出的花样琳琅满目。 无论男女老幼均能挑到重益的款式,就连握把与按钮的设计,也都比它款来得有质感,可说事物有所值。 而在用料方面,其有加强的多棱角中感与八支强化玻璃纤维铝合金散骨,就连边缘的散珠强度也有所提升,从多方面抵抗狂风暴雨。 更加分的是其经过防泼水加工,收散前轻甩及可抖落水珠,上下捷运,电梯不怕造成他人困扰。 说到购买雨伞,相信有不少台湾民众会想到提供终生免费维修的雨伞王。 旗下产品不断推成初心,而这款则是在散面,重量取得了良好的平衡,撑开后散下遮蔽直径达102厘米,但整体重量却仅220克上下,比一支智慧型手机还轻。 若想要更加方便携带,甚至还有仅95克的姐妹款极度轻系列可选。 另一方面,其踩无按钮的推拉式开关,不用担心夹伤手指,也不像某些自动散收盒时容易暴冲伤人,相信能让各位撑出优雅与自信。 为了帮助消费者彻底阻挡紫外线,该厂商利用黑胶散布并加上多层防晒,防水的机能涂增,有效降低透光率。 同时浴水能产生合液效应,不易是浴水浸透散面而有损产品寿命。 此外,其直径超过90厘米,但折叠后却相当迷你,扁平,与手机差不多大,放进逛街小背包里应该也不成问题。 且它的样式与用色剂简单又中性,价格也很平易近人,无非是人人都合用且性价比又高的一款。 乍看与其他雨伞没什么不同,其实这款产品之所以能获得日本、日内瓦等多项国际奖项,主要在于,其伞不经特殊机翼折痕设计,只要甩一甩即可自动卷好归位,无需麻烦地翻折。 加上其附赠AVA材质的胶囊型散盒,放在包包里不怕弄湿随身物品。 而且其具备房子外线、降温、抗六级强风与省力且安全的开关按钮,几乎没什么好挑剔的。 有兴趣的人不妨就从多款花色挑一个喜欢的,一起支持一下这个台湾设计的好物吧。 这把伞有着令人惊喜的文样设计,只要伞不宜碰到水,便会浮现出一朵朵可爱的小花,为原本平凡无奇的素色伞面增色不少。 而折伞的内侧亦有防晒黑胶加工,因此在晴天时仍可派上用场。 另外,它具有八根尾段微玻璃纤维的伞骨,以及加厚铝合金制成的骨干,耐用度还算不错。 更厉害的是伞面未加大尺寸,最多容得下四人,无论与朋友家人一起撑,或是购物,上班大包小包都不怕淋湿。 只是也因为如此,整体重量偏重,长时间携带步行也许较为吃力。 下雨天撑完伞进入车内时,若没先把伞上的水珠甩干便容易沾湿了车内座椅,而这款雨伞因主打反向收伞,则能有效避免这种情形。 而且它具备自动开关的功能,上下车时,也不再手忙搅乱,并且因伞部周围的反光条加工,在视线不佳的天后中,能带来更多保障。 更棒的是它有多达十根伞骨,稳固性相当也令人期待。 唯独要注意尽管其为黑色伞部却未经抗UV加工,若有防晒的需求变得再准备另一把阳伞才行。 这把阳伞主打雨量级的重量,放进包内或撑在手上皆不令人感到有所负担。 而除了伞外的点点与花纹之外,周边更有婉约的蕾丝花边,伞内亦有对比鲜明且精致的印刷。 而除了此系列叫淑女的款式,尚有许多风格各异的图样任君挑选,相信总有一款能抓住各位的目光。 而说到阳伞,不仅要遮光更要遮热才行。 其强调雨伞下能降温14度,让人明显感受到的如站在树荫底下般的清凉。 只是因伞不材质特殊,长期收合之后便容易有沾黏的情形,此时不妨先甩一甩再撑开以免撑坏三股。 百年雨伞品牌BOY累积了多年的制伞经验,至今仍不断为消费者带来耳目一新的产品。 而且它在近年登陆台湾之后,各位甚至于便利商店也看得见它的身影。 而此系列之所以称为公主伞,主要是因为其握坝才一体成型的古典弯钩筋吧,外观与手感都很不错。 另外,其拥有UPF50的抗UV能力,可视为晴雨两用伞。 虽然伞骨仅有六根,但因为才有韧性的玻璃纤维,应该不太需担心一下子就被吹断。 然而毕竟伞面偏小,下大雨时可能会有包包淋湿的可能。 COBO的库波德是来自德国的雨伞精品大厂,其经常与知名设计师联名,推出许多吸睛的款式。 纵使药价甚高,却仍经常卖到断货。 如如本次推荐的这把,精致的散面宛如万花筒般令人目眩神迷。 而散下一大有玄机,其材手工缝制的隐藏式散骨,不仅美观,还能避免刮伤手指,夹伤头发等问题,并且强调可抵挡12级的强风,实力可谓不容小。 也应用料讲究且携带多重专利,它的身价自然非凡,因此入手后便需好好珍惜,要是不慎搞丢那可是会心痛整个雨季。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?给我们留言吧! 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。 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